现在呢我们说民进党的用人 现在分派系 而且呢分派系之外 还要来铲除异己 你有没有跟我站在这一边 真的有关系 谁上谁下呢 我们先来看整顿异己 用人为私 用的都是自己人啊 只要不是跟他们自己人 你就别想上位 但是现在哦告诉你 苏贞昌现在掀起了 绿派系斗 怎么样斗呢 很明显嘛 左边右边站的是谁 鹰派 苏系 好他们怎么斗呢 就看谁上谁下咯 我们先来看一下 现在呢因为太鲁阁号的重大事故 江中部长林家龙下台 政务次长王国才接任 自家立委陈明文就炮轰 陈明文呢算是鹰系的掌门人 他就炮轰说想不透 他想不透什么呢 他认为说现在呢 台铁出大事 难道说一个政务次长 不用也一起来负责吗 反而是老板走了之后呢 现在政务次长升官 所以让他觉得很不满 甚至呢前政院发言人丁一鸣离开政院 因为犯错离开了政院之后呢 再回来各位观众 他领的薪水比以前更多 现在丁一鸣的薪水 十一万接近十二万 郑国会的陈廷飞也看不下去 现在就有一派在说苏葵在整顿一己用人为私 再度的引爆了民进党内的派系斗争 到底为什么每次下台后 每次离开之后 回来回国不是官位更高 就是薪水更多 也真的让民众看不下去 如果说真的是人才 那大家一定没话说 为才适用 但现在感觉像是为自己人适用 您觉得是吗 如果你觉得绿营是这样子的话 帮我加一 你觉得不是的话帮我加二 现在蓝军还提报了一件事情 太鲁阁的事故编铺工程 说去年督察小组当时不就是亡国财吗 当时已经发现了就没有编坡了 但是呢 没作为 没作为之外呢 现在还可以升官 而且是做大官 也有一派比较讽刺的说法是 万年工具人终于扶正了 好我们在这边 从他们的用人方面 我们看到了非常多民进党的布局 另外包含 朱日代表谢长廷 为日本核废水 好讯台湾 这些人通通呢 都是稳坐官位 核废水 谢长廷有说什么吗 反而呢 他还反过来说 台湾我们不是也有排核水吗 但问题不是这个 问题是日本现在要排的是 有辐射的核废水 请谢长廷 进入状况 搞清楚再出来说话 那现在大家就说 为什么我们刚点名这么多人 都可以做官 都可以当官 台湾的官都是这些人 完全就是靠苏贞昌 蔡英文力挺 跟对人 难道真的就是 一路顺遂升官发财吗 结果硬性 对比英泰鲁隔号事故 下台了林家龙笑得很勉强 汪国才反倒心情好得很 这回终于爬上交通部大位 但自家人可不买单 直接开枪 英姓立委成没有开炮 恐怕不是没原因 正会苏贞昌眼中 盯政务会的林家龙被拉下马 而汪光才正是局势府起扎 被归类局系新潮流 和苏系正式合作伙伴 但蓝军踢爆 泰鲁隔号事故 明明去年发现 边坡工程没护栏 督导常和小组 却半年都没作为 当时负责的就是王国才 没被究责反而升官 他督导的结果 没有就是赶快的改进 这件事情真的是政府杀人 帮派的味道 就是说只要跟对人 即便你犯一百个错 那一样会被升官 管理犯天大错 跟对人池塘就有份 王国才有素贞昌廷 不降反身 而助日代表谢长廷 因为核废水还帮着日本训台湾 萧英力挺谁敢吭声 毫无章法 王国才是苏贞昌的爱将 像谢长廷 他听完日本训之后 回来训台湾的人民 蔡英文也好 苏贞昌也好 他们在用人完全是派系的考量 蔡政府专业挂嘴边 但遇上非我派系就去旁边 从王国才升官 谢长廷坐稳官位 民进党用人哲学 就看你老板跟到谁 记得蒋红旗黎一璇 AZG小组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